流感疫苗您打了吗 为了鼓励民众施打 以营造群体免疫效应 高雄市政府在四维行政中心的10楼 设置流感疫苗接种站 提供市府员工及邻近市民 究竟接种 卫生局长黄志忠和新闻局长 丁允公等各处首长 也率先示范疫苗接种 市府四维中心10楼 设置流感疫苗接种站 局处首长利用开会时 出来打流感疫苗 大家都挽起袖子挨一针 增加身体抵抗力对抗流感 我们当然大家要保障自己的健康 有信心很好 但是也不要轻忽 局处首长率先示范 接受疫苗接种 因为从10月1号开打之后 截至10月16号为止 已经接种大约28万剂 接种进度将近四成 为了方便民众能就近施打 除了合约院所之外 市府卫生局也广设流感疫苗接种站 希望提高接种率 今年的流感疫苗是预测 我们今年冬天流感季节里面 可能会发生的这个流感的病毒 那但是今年我们有一个 A型的H3N2 它是针对今年在香港 爆发流血的这个病毒株 我们特别针对它 但这个病毒株 其实目前也在 台湾也在流血 所以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这一支不是只有预测 还有包括现在就针对目前的 H3N2正在流血的 还有它一个预防效果 高雄市今年采购71万剂疫苗 施打对象除了维持50岁以上成人 重大伤病患者 满6岁以上的幼儿 到国中小高中职 以及五专一到三年级的学生之外 还增加了婴儿父母孕妇和幼宝托育人员 我们今年还扩大一个对象是 有关于在家里面 我们在抚育六个月以下的小宝宝的爸爸妈妈 因为六个月以下的小宝宝目前不适合打流感疫苗 那主要在告照顾者如果他要打流感疫苗 也是一个保护作用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幼儿园的工作的伙伴 那这我们也是施打对象 现在天气逐渐转量 流感规斜也步步逼近 由于疫苗施打之后 必须两周才能够产生保护效果的抗体 因此呼吁符合公费接种的民众 为了家人和自己的身体健康 尽早完成接种 港督新闻李嘉隆 内昌邦采访报道